三方同盟、四方對華專家說 有罪分工抗共 孟晚舟指援兩人 孫西等家國人仍被關押 參議員提醒拜登,中共早已發動冷戰 擴大鎮壓範圍 國安法後港府再提23條 中共發射衛星以上殘骸,聚入人口籌密地 日本全面解封,拜登要98%疫苗接種率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士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29日 下面是詳細內容 在原有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的基礎上 美英澳近日又組成了新的三方防衛同盟 有專家分析,這兩個組織正以雙軌安全模式 通過有罪的分工來對抗中共 其中三方同盟負責軍事安全部分 而四方對話則注重科技、供應鏈、 醫療、衛生和政治等層面的 港議安全合作 今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 抗共動作頻頻 3月12日 美日印澳展開了四方安全對話 9月15日 美英澳組成三方同盟 進行更深入的國防合作 在人工智慧、 網絡 和水下防禦能力等領域共享資訊 9月24日 美日印澳又舉行了四國首勞峰會 討論應對在中共積極擴張下的國際形勢 台灣智庫執行委員賴兒中在近日出席一個 中共威脅的相關論壇時表示 從三方同盟的共同聲明來看 這是一個十足的軍事同盟 這意味著美國的印太盟友 在未來對抗中共的過程中 將扮演不同的分工角色 英國將在印太地區扮演更多軍事相關的角色 澳洲的軍事角色也將得到強化 賴兒中進一步解釋說 從戰略上來觀察 美國和澳洲分享戰略極關鍵的核潛艦技術 意味著澳洲將在美國應對中共挑釁 展開軍事回應的主要夥伴之一 澳洲會在對抗中共的關鍵時刻動用軍力 這是三方同盟的言外之音 台灣中山大學中國 和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郭育仁表示 美英澳之所以在之前四方對話的基礎上 再組建新的同盟 是因為四國對話的焦點 並不在軍事安全上 而且印度在外交上也有不結盟的傳統 他說到 目前軍事安全這方面 已被三方同盟承擔下來了 而四方對話聚焦的議題 包括疫情和疫苗 氣候危機 科技 東海南海 緬甸 高標準基礎設施等 另外四國在防止中共 攝取技術方面 已已定了應對策略 國用人強調 三國同盟和四國對話的分工顯示 美國在國際戰略佈局上 尤其在針對抑制中共國際上的擴張方面 已與日印、布英等盟友有了明確而細節的分工 將以軟硬佳斯的方式應對中共 雖然在孟猛舟案的背景下 加拿大前外交官 康明愛與雙人斯柏弗獲釋 但資料顯示 目前仍有包括法輪功學員孫西在內的 115位加拿大公民被中共關押 專家一次呼籲特魯多政府繼續努力 幫助他們獲得自由 雖然孟猛舟案落幕 被康明愛與斯柏弗在經歷巨大的磨難後 終於返回加拿大 但目前仍被中共關押的加拿大人 至今命運未崩 加拿大律師賴建平認為 孟猛舟案證明中共慣用人治外交 因此其他遭中共關押的加拿大人的情況 亦可能有所流轉 他提出了加拿大女商人 法輪功學員孫西的案例 2017年2月19日 孫西在北京朝陽區的家中 被破門移入的20多名警察綁架 2020年 孫西被非法判寵刑8年 在被關押期間 孫西的20億資產被非法侵佔 他本人受到多種豪盈折磨 目的是強迫他放棄法輪功的信仰 目前多位加拿大國會議員 已敦促特魯多政府 幫助孫西重獲自由 加拿大外交部 2011年就承諾要繼續向中共施壓 直到孫西獲釋 據悉 雖然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2017年10月 在訪問中國期間 曾向中共政府詢問過孫西案例 但是此後並無下問 今年52歲的孫西 在2007年入籍加拿大 他分別在2012年至2016年 兩次入選 覆運中國富豪榜 2016年時 孫西夫婦作為北京 李德曼深化有閒公司的合夥創始人和紅股人 薪價35億元人民幣 賴建平認為 加拿大政府可以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發聲 施壓中共放任 他說 加拿大和國際社會都有足夠空間對中共政府施壓 如果純粹政治案件 你就必須放任 如果是政治因素主導的普通刑事案件 你就應該按照一般赤道 是輕罪就判輕罪 你不可以任意地根據你的政治考量 進行報復性的司法 美國總統拜登上星期在聯合國大會上聲明 美國不尋求新的冷戰 對此 美國聯邦參議員科頓 9月27日發表評論文章提醒拜登 中共早已對美國發動了冷戰 因此拜登必須有力地回應中共 阿肯息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科頓27日 在霍士新聞站文指出 雖然美國並未尋求一場冷戰 但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正在與美國進行冷戰 他因此呼籲拜登必須改變路線 直接點出中共的名字 並將中共作為敵人進行有力地對抗 科頓說 中共已經對美國發動了多年的冷戰 我們唯一的選擇是贏或輸 上世紀 為爭奪全球經濟、軍事、 技術和意識形態有勢 美國蘇聯兩個大國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 我們現在正與共產主義中國進行這樣的對抗 這個還有什麼疑問呢? 科頓舉了幾個例子 說明中共對美國的冷戰手段 一、在21世紀初的中國衝擊下 美國失去了數百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 並摧毀了工業社區 二、中共對美國商業機密的攝取 佔了知識產權侵犯案件總數的百分之八十 三、美國的假武和盜版商品百分之七十以上來自中國 四、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的所有經濟間諜案中 近一半與中共有關 他總結說 30年來 中共通過 盜竊知識產權 工業和產品傾銷對美國發動了經濟戰爭 而這些令美國每年損失數千億美元 而從另一方面 科頓還說到 中共正在利用其在經濟戰中 扶取的資金不斷進行軍事擴張 他說 自從2000年以來 中共的軍事開支增加了1000%以上 它的海軍規模擴大了兩倍多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常規地機導彈庫 最近 中共又成倍地增加了核武庫 他認為 中共在和平時期的軍備運動 只有兩個解釋 一個是中共正在為一場重大戰爭做準備 而是冷戰已經升級 或兩者兼有 科頓提醒美國政府 中共正在全球範圍利用經濟槓桿 來阻止外界對北京侵犯人權的批評 還試圖收買盟友 擴大其軍事力量 並建立一個 由北京支配的全球經濟秩序 他說 我們不要被欺騙 我們今天正處於冷戰之中 我們的國家承受不起那些 無視我們時代巨大挑戰的 以致薄弱的領導人 美國和世界的未來正處於危險之中 中共去年7月 已在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 近日港府又重提 引發香港人廣泛抗議的基本法第23條 外界分析 這是港府要擴大對民眾鎮壓範圍的訊號 自從2003年香港50萬人上街 反對23條立法後 港府一直因巨大民意壓力 而不敢向前推進該立法 但是 隨著國安法的實施 多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和抗爭者 被當局送入監獄 公民社會組織一一解散 這時港府有重提23條 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 這是港府要被香港普通市民定罪 尋找法律依據 去年7月1日實施的國安法 包括主要四大罪 分裂國家罪 顛覆國家政權罪 恐怖活動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而23條卻包含了7宗罪 其中的叛國 煽動叛亂和攝取國家機密 是國安法所無涵蓋的 香港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日前在受訪時說 當局認為 23條立法 可有效地對過去兩年香港社會的情況 特別是間諜行為 分析人士說 鄧炳強宣稱的間諜行為 其實都是反送中期間市民自發的行動 包括有人送頭盔等防護面具給抗爭青年 或者市民在港鐵售票機上 擺放大量免費單程車票 目的是為參與抗爭的青年人回家提供方便 但是這些在23條下 將被列為煽動叛亂 他說很明顯23條目的 不過是要 構陷更多的香港人 以莫須有的罪名 將無辜市民自罪 分析人士還說到 《國安法》是北京用來針對香港民主派核心人士和團體的 如果用《國安法》來勞私洞中 針對普通市民 會產生大炮打蚊的效果 目前在核心民主派人士被鎮壓 公民社會組織解散後 港府首要針對的目標 就變成普通市民 9月28日晚間 中共官媒新華社發布短消息說 9月27日下午4點20分 在四川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的 人口籌密地區 據新華社說 容易發射試驗10號衛星的長征3號 如雲載火箭剛開始飛行正常 衛星準備入軌 但在火箭飛行過程中 衛星攻防出現異常 具體原因正在進一步分析排查 從網友發布的視頻中可以看到 雲載火箭的殘骸在破碎後 在9月27日下午4點多 墜落到廣西白色市 德保縣的那甲鎮 竹泳鎮 龍桑鎮 燕洞香 龍江香 榮華香等多個地方 視頻還顯示 雲載火箭的一片大大的外殼 在空中翻轉著墜落 近年來 中共航天衛星發射失利的狀況頻發發生 9月12日 中共發射了吉林一號 高分02D衛星 但當時火箭飛行出現異常 發射任務失敗 8月3日 雙曲線一號 第三發文營商業運載火箭發射再次異常 飛行試驗失敗 2月1日 中國雙曲線一號 第二發文營商業運載火箭 也在發射過程中 火箭飛行出現異常 發射任務失敗 隨著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下降 9月28日 日本政府宣布在9月30日全面解除疫情封鎖 美國總統拜登則表示 他期望在疫情接種率達到98%之後 美國可恢復正常 自從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日本政府已經四度實施封鎖防疫 這次全面解禁 是日本第一次沒有現場封鎖 如期解封 不過 這次的封鎖已經長達2個多月 到9月30日 日本在19都道府縣 實施的緊急事態宣言 以及另外8個縣實施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 都將被一併解除 據日本放送協會報導 日本經濟在新大臣西村康廉28號說 全國新增確診患者大幅減少 重症患者也來到疫情高峰時的一半 各地區的病床使用率下降了50% 病床緊張的情況已獲得具體改善 整體而言 醫療系統的負荷已經開始逐漸減輕 美國總統拜登9月27日 在白宮記者會上表示 他認為美國 都有絕大多數 一些行業和學校 達到96、97、98的疫苗接種率 國家才能恢復正常 不過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 與拜登的看法並不一致 福西組在今年2月就表示 只要大約70%至85%的人口完全接種疫苗 國家就可以恢復正常了 另外 拜登要求的疫苗接種率 亦大大高於歐洲國家 目前一些歐洲國家已經取消了防疫限制 就拿挪威來看 該國因為有76%的人 已經接種了至少一劑疫苗 在上星期已經完全解封 拜登在記者會上稱讚 已有超過77%的美國成年人 至少接種了一劑新冠病毒疫苗 他表示 白宮將繼續推動更多的疫苗強制接種 今日的新聞跟大家介紹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那麼多日的節目發佈時 你會在第一時間裏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也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再見